各位观众您好,欢迎您收看每日一字,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个灵字,灵然的灵。 灵字的国语注音是灵二生灵,勒迎灵二生灵。 灵与这个灵字通用,所以灵人就是这样的灵人,是古时掌月的官。 灵也是姓氏,如灵伦也是这样写的灵伦,它是皇帝时的乐诗,在杭州西湖孤山和北山之间是一个很有名的风景区,其中有一座西陵桥尝试诗人找寻灵感的地方。 革命先列秋锦的墓就在附近,灵又是水明,共有三条灵水,一在安徽一县,又明清一江,经五湖流入长江,一在陕西渭南县,经灵桶流入渭水,还有一条灵水在广东乐昌县,最后注入霜水。 灵然是清妙的样子,庄子逍遥游,就有烈子御风而行,灵然善也。 灵灵是声音清亮的意思,如水晶江水柱有,原名至清,山谷传响,灵灵不绝。 是说山上的喉儿鸣的声音,非常清脆,山谷里都响起阵阵的回响不绝于耳。 灵灵也是泉水流动的声音,如南朝吴君与宋元思书中有,泉水击石,灵灵作响。 灵灵就是清凉的样子,如东方朔七剑就有,下灵灵而来风的句子。 此外,灵风就是和风,而涕灵就是这样写的涕灵,也就是垂泪的意思。 最后要说明的是,水部的灵和冰部的冷是两个不同的字,如西灵,很多人念成西冷,这是不正确的。 有灵字右天旁的另字,第三笔是一横,而不是一点,也一定提供您书写的时候特别要注意。 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,谢谢您的收看,再会。